一个是平堂的传奇人物 双拳大猛逛得主 一个是打法先进 上神势头迅猛的平堂猩猩 他们学能够下到最后呢 林颖竹先发多人 拿下手局 打到正手的中眼台对抗 这可是马龙最拿手的技术 先是一个投墙球 打乱对方的节奏 再连续给到正手位 形成最有力的局面 在第二局中 马龙加强了对正手位的保护 扛了一个回头 只要狂住对手的前三盘抢弓 拖到正手的相持 马龙是占据优势的 马龙发了一个正手短 林颖竹还是跑过去拧了上来 今天双弯的发球都很有讲究 长短结合 破坏对方的节奏球节奏 像这种极具突然性的长球 林颖竹发的特别好 现在注意了马龙的节奏球控制 马龙一个回摆失误 林颖竹赢两分的优势 拿下第二局 其实马龙也知道 令如林颖特别凶 希望一台的发球 都尽量往正手的平线靠 这个回合 双方都没有退台 进台平速度 因为如达抢弓 被马龙扛了一个回头 这个弱点 还是扣得不够细 林颖竹赢了这个长球 让马龙有点慌了 这个发球确实太隐蔽了 不好判断 又是一个投墙 这回被马龙扛住了 防止了一个正手大脚 尽量很高 达到第三局的后半段 林颖竹的长球战术 被马龙破解了 他们两个人在年龙上 差距比较大 林颖竹出现在01年 马龙比他大了13岁 林颖竹的这个进台速度 确实不容小事 马龙想要撤身 直接被速度顶到了 又来到了正手的降车阶段 马龙更加老道 连续的落脸调动 发球后直接抢攻 在关键分上 马龙的出手更加刮断 截止到目前 他们一共交手过7侧 马龙是赢了4侧 他们就近了一侧的交手 是在今年的3月份 马龙是3比2 尽量取胜 现在的马龙 已经是4流对手的发球 还有千山盘抢攻 拿到了6比3的大好开局 1分落后的林颖竹太敢打了 在一场车中果断变现 连得4分 把比分反超了 今天拿到的马龙 在接拨球上面 还是被算计了 在9比8的光镜风上 努如用了他的杀手锦 防守拧拉 这个熊变折现 显得是太大胆了 打了马龙一个刹手不及 11比8 努如逆转拿下第5局 不愧是大猫冠得主 马龙的战术变化 特别多 一套防守组合拳 拿下这1分 在马龙的落领调动下 努如逆转的正手进攻 有些发不上力 马龙的发球 纠结被对手 发力抢攻 面对了 逆转的疯狂进攻 马龙也不变 阴望变 连去空落点 在第6局的号棒段 马龙加快了速度 连续得分 拿到了局点 11比5 马龙拿下第6局 决胜局上的双方 彻底放飞了 移上来就是大怒球的对攻 在这个中手的对抗中 努如逆转双占据上风 果断的变折线 让他占据上风 现在举行的WTT世界杯决赛上 在南丹八强赛中 他们将再次相遇 又将是一场点赫对决 马龙的正手能力确实厉害 这样的进攻 还能够反拉折线 8比4 林玉如领先4分 林玉如的防守林娜 再次发力 最后是林玉如 赢了马龙 Bullaby 从这儿的 marketplace Bullaby 从这儿的前面 中半下散播